小心 落石 遇见这片崩塌之前 我们走了一天 从各方面来说 几乎是完美的山径 离开一巴厚温泉之后 天气晴朗 气温宜人 南三段在晴空下一里开展 春天的森林正萌发新叶 晒落的阳光 给我们何许舒适 恰恰好的温度 山径漫长陡峭 背包沉重 也许是小小遗憾 但是路径清晰明确 时不时还有个缓坡 铺着干燥柔软的落叶 让大火小气一下 身在这种完美的情境 连小虎都忍不住要拿个盹 斩平四肢 沿途偶尔可见布农族旧部落遗迹 阿清旧地取财 实地为我们说明布农族屋内藏习俗 阳光下毫无阴森可布之意 他甚至还说了个和王者有关的笑话 看来这个族群的生死观 和我们相当不同 春阳融融 微风熄熄 这个布农祖林居住的地方 对我们一行人来说 却是个完全没有死亡阴影的阳光森林 我们寻金子山能线 向西鸾大山迈进 我们在这个时节 踏上这条优美的山径 各方面的状况都堪称完美 直到那一段要命的崩塌出现 好 一路走上 加油 加油 自由 自由 安全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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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累 加油 離開一巴後 那股消磨心智的溫泉 就是一段長長陡坡 有一陣子沒聽見的布農負重歌 再次響起 除了背負重物歌 東山大哥也發出高亢的呼喚 那是布農族人打獵回來 在部落外頭高喊 請村落裡的人幫忙背獵物 通知族人一起享用的叫聲 離家還有好幾日的行程 但這片山野 應該也給了他們回家的感覺吧 北溫 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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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看到一些石板的遺跡 這邊也有富農族人在這邊居住活動 那我們現在已經超過海防1300了 剛過了瘦人以後呢 這個人線就越來越寬的 比較寬的話這人脈也比較好走 而且跟我們之前從清水山那邊下來的枝人一樣 這邊都是惡葉松還有酸皮栗的落葉 酸皮栗也都開始長出嫩葉了 這個是村面來的 這邊有看到石板的 所以幾乎每個大平台都會有富農族的部落 然後在人線上都會有他們可能是田然後耕地這樣子 以前富農族很厲害耶 我們走哪一條路都有他們活動的遺跡 這個算是他們的舊房子 像他們以前散居在各山 一般是比較集中比較大的 可以利用的話他們都會先看一下周遭環境 如果容易土石崩落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在那邊搭建他們的房屋 對啊 因為我發現在俊大溪這流域 不管怎麼走都會看到這些石頭的東西 對 那在這個人脈上的屋子感覺剩下是幾道牆 可是它那個地基還看得出來 對對對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接下來富農族尋根 看到富農族的部落或房子 應該都來看一看 所以它的規模我覺得差不多 這邊比較大 好 這邊一間 這邊一間 這邊才是真正的房子 房子是在這邊 大門都比較建立 這間規模比較大一點 一般我們不同族 這個家庭如果有人往生的話 如果因為疾病而過世 我們都幾乎都是室內障就是物障 直接買在這裡 因為它是一半是骨倉嘛 他們大概如果骨倉的話 就買在就這個 睡覺的地方的下面 對 沒有這樣子 它都是層線就是用蹲 好像蹲的角色 它還沒有過世還沒有 它只是生病快要斷氣的時候 它就會給它先綁好 然後挖好一個地方 挖一個超過四尺正方 趁它熱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它綁起來用 用蹲的 呈現蹲的 旁邊都是用那個石板 四座都用石板然後放好 然後它的那個 一般培葬品就會放進去 然後自己生前所使用的東西 培葬品就放在裡面 然後它還沒有斷氣 一樣就照三餐 煮那個小米湯 就餵它 照三餐而已 曾經有一次說 老人家餵那個湯 米湯的時候 就突然就精神比較好了 就問他 孫子很好奇 一次他看到阿公說 到底有沒有斷氣的時候 那個阿公跟那個孫子講說 我可以出去了嗎 他說已經很健康了 可以出去 就把它 又把它弄出來 可以活了幾年 幾年後真的就又病死 又放回原來的地方 把它有點悲傷 對阿公講的時候覺得還滿好笑的 真的就是 人還沒有死的時候 就已經先讓它 在這個地方 就準備往生這樣 對 那這樣是不是有時候滿辛苦的 因為都會經過判斷說 他是不是活不過今天 他就會做一個簡單的 不是簡單做一個 他的未來的小房子 如果仙人已經埋在屋子裡 活著的人還繼續住嗎 會繼續住 住到這邊屋障排滿了 他們的家人已經排滿了 整個家庭就會搬離 然後讓仙人住 住在這邊 然後他們搬到隔壁 或者是比較好的地方 又搭建一個很好的房子 所以就是說仙人如果死的話 就是跟活人是共同 幾乎在同一個地方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認為就是病死 是很吉祥的死亡 病死算是比較... 就是老死 比較好的死亡就對了 對... 那現在如果發生意外 意外的話呢 一般意外的話 我們隨先看到它 我們就會把它就地 來起來就地 還有這個地上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好像是蠔的還是... 對... 很燒的 這好像燒過的 對...很脆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 新婚的姑妻 如果有生了一個嬰兒 難產死亡 那個小嬰兒就會放在這個 因為他們很珍惜這個小孩子 它也是會放在這個屋內 還放在屋內裡面 所以把它放在這種缸裡面 對... 那種好像陶罐 會比較小 對... 所以這裡都是婦農族使用過的 對... 可以看得出來燒過 可以... 這叫裝小孩子 所以婦農族對死亡 親人埋葬的方式也是滿特別的 對... 因為他住在這邊 他還可以永遠祝福這個家庭 跟他們一陪伴他們一起生活 有時候我們難想像不同的族群 會有他們不同的文化 對... 阿青談族人的故事 總是愛加上一些笑點 沒有不尊重傳統文化的意思 畢竟各個族群的生死觀有益 以台灣漢族的檢古習俗為例 據說就和移民文化有關 目的是為了移谷回到族居地 有些原住民的屋內葬 反映的則是他們正式死亡 將王者視為可以和諧共存的家庭一份子 陽光溫許 布農巷島也毫無忌諱地襲地而握 在微風暖陽下享受難得的閒事之外 也許正以我們不了解的方式 和山林裡的祖林靜靜溝通 所有人都躺平了 可能昨天泡溫泉泡得太舒服了 今天走起來 大家鬱陣乏力感覺有點懶洋洋的 尤其是今天的陽光 太舒服了 又有風這樣吹過來 山皮的葉子孵得厚厚的 根本就不用碎墊 而且非常的乾燥 天然的碎墊 很好躺 不過這真的是還滿舒服的 尤其這個寒流剛過 除了太陽 真的曬得太舒服了 好吧 那就大家都睡一下好了 布農族在睡夢裡和祖林溝通 漢族也有夢中一定得見面瞻仰一下的人物 那就是周公 至於小虎 這位離開18後就一路領先的布農犬 抵抗不了睡神的召喚 夢中去見了誰就不得而知了 都怪陽光太溫柔 微風太醉人 一巴厚的餘溫太纏綿 讓人懶洋洋的提不起進來 要不是走出森林 看見對門的遠山白了頭 一行人還以為聖夏已經來了呢 今天真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好日子啊 今天真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好日子啊 大家走出森林 這邊有一塊空地 坐下來休息一下 還在這邊欣賞南山段群峰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南山段的山峰上面都白了頭 都積著雪 南山段非常有名的 最左邊東蘭大山 比較靠右邊的是東峻大山 一直過去就是南山段群峰 從俊大山一直過來 那我們走金子山東等這一段 都是看南山段非常好的一個展望點 因為這個角度告訴你 在隔著俊大溪 然後可以看南山段群峰 所以這邊看南山段的山岳 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現在大家終於有一點進度了 在高度推升的比較高一點了 現在已經超過海拔一千五百公尺 那待會會有一座山頭是一六五四山頭 那我們待會就要越過去 然後再下去還有一座更高的 2085那一座是更高 看今天有沒有辦法越過2085 再來炸雨 因為今天是上坡嘛 重量比較重 看下坡會稍微慢一點 走起來比較辛苦 今天天氣是滿好的 我們就隨時看全隊的狀況 大家越走心裡越低估 走了六天才泡到溫泉 只停留一晚就走 實在太傷本 走起來也就越來越拖泥帶水 只有小虎離了溫泉離了溪水 就脫胎換骨 成了不折不扣的布農獵犬 神氣十足的在前頭領路不算 還不時停下來張望等人 只差沒開口催促大家快走 向導看著忍不住心頭有氣 都說下次過溪 一定要把它按到溫水裡 好好洗刷一番 錯錯它的銳氣 嘴巴上這樣說 下次遇到溫水 一定又有人忍不住 把小虎抱起來 小心翼翼地護送貨 好 到了到了 我們現在正越過的是 1654這一座山頭 大概會下去一段 然後又再會有一座非常高的 2085的山頭 那一座就很美道了 要慢慢走了 至少我們現在到1654這個山頭 不算小有成就 OK 繼續加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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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簡單 可以了 還有兩百多 快了 到山頂就很平了 到山頂就很平 可以了 可以了 有衛生紙嗎 你要擦眼淚嗎 中立兵介紹 你要擦眼淚嗎 對 臉 恭喜全告 好 大概是累得不明所以 忘了攝影機的存在 在鏡頭前淘起衛生紙 攝影師竟然也接話接得很順 一整個很跳痛 沿途不時可見聚落遺跡 阿清稍稍判斷一下 是家屋還是耕地 便繼續前行 畢竟是別人的家屋 向導再累 沒打算扎營 春陽融融 風吹林燒 一轉眼 我們又翻過了一個山頭 台灣山有口中的南三段 又名東郡 丹大橫段 從花蓮的瑞穗林道入山 京丹大山 內陵爾山 一溪琴瑪志山 東郡大山 東蘭大山 無雙山等六座百月高峰 再由南投東浦下山 行程長 山屋少 是公認的困難行程 而縱走行程的南三段 則是由七彩湖至 馬力嘉南東風址 山有稱之為大南三段